MING PAO TORONTO Welcome to the Speciale Aperta 今天這個將會是Vlog來的 所以是會用廣東話演繹的 希望本地的朋友多多支持 今天主要是說一說 讓我先關掉引操線 因為實在太吵的關係 我怕會影響收音 很簡單,用REMOTE 按鈕就關掉了 很簡單而已 下次會再多說 Lega Leable Speciale Aperta 但今天主要是說 480 Pistar Spider 訂造的經過和趣事 現在先介紹一下 顏色方面 我選擇了一款Rosso F1 2007 它是一款在2007年 發在你的F1 Team 使用的紅色 它與普通的Ferrari Rosso Corsa 和Rosso Scudaria有甚麼分別呢 首先Corsa是Historical的顏色 即是比較深色 即是比較深色 之外 Scudaria 是當時推出F4 30 的時候 推出了一款顏色 這顏色是比較淺一點 偏橙紅一點 我自己比較喜歡 兩款顏色都喜歡 但今次我玩了一些不同的東西 究竟這款Rosso F1 2007 有甚麼分別呢 它是一層4個層的塗布 即是說它有四層油 它裏面會有些銀粉 即是Matella Flix 還有它有一個珍珠效果 所以在太陽年度看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很... 為甚麼好呢 是一個很多層次的顏色 如果你看到去 相片裏面應該看不到的 剛才我們看的影片的Rendering 都不會看得很清楚 是一定要看到真車 我這樣才可以知道效果會是甚麼 而我現在也是不知道的 我只是看它的色版 我絕對沒有看過一部... 車是Carry 著這款顏色 In reality 我未看過 都是上網看很多影片 看顏色版 還有看很多Rendering才知道 另外Sripe 那裏 我就選了一個藍白色的Sripe 藍色是一個叫Blue Electrical 比較紫藍一點 為甚麼我會選這個紫藍一點的顏色呢 因為本身我的Speciale A 是Nark Stripe Nark Stripe 的意思是 它有一個叫Blue Nark的顏色 是一個比較深藍色的 偏深藍色的顏色 它就賴回Bianco 即是普通的白色 Solid 的白色 另外整輛車的外面的碳纖 基本上我都是剩下的 其實很難不剩下的 我覺得如果你能買這些車 如果你遷就那些選擇的錢 是沒有甚麼意思的 因為你去到最後 說真的這些車是 也要是一個很高的顏色 到時候我有選擇照片時 我會講每個顏色的顏色 最後是一個合約多少錢 現在不說了 另外就說整個外面 它是一個Blue Carbon 我就選了Gloss的Blue Carbon 為甚麼我沒有選到 雅色的Blue Carbon 是用外面的呢 因為我自己偏向 第一我覺得 Gloss Paint 是不配合 一些比較雅色的Carbon 我覺得這一點是大家互相揮映不到 我自己就覺得平時靈面的 Carbon 是會帶出效果 有線條是好看好多的 現在說到一個孔 我選擇了一個 Napper Leather 和 Alcantara Leather 的混合 Napper Leather 我選擇了一款 Asuro 的顏色 它是一種類似寶藍色的皮 十皮不是鏡皮 為何我選擇了十皮不是鏡皮呢 因為我覺得如果是 Spider 的話 因為你開範的時候要有一點 Classiness 不可以太 Race Back 主要是這樣 如果是 Coupe 的話我必須選擇 Full Alcantara 另外在椅子中間你會看到一條 Tricolori 的 Stripe 即是意大利旗的顏色的 Stripe 以及 Gear Selector 都是一樣用同一個圖案 另外最主要是甚麼呢 最主要的孔的 Highlight 將會是瓦色的藍 Carbon 為何我選擇了瓦色的藍 Carbon 而外面選擇 Gloss 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想做好對比 以及我覺得裡面 因為我本身的 Special 呢 本身裡面是 Gloss 的 Blue Carbon 我想試試一些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自然會選擇了瓦色 以及這次瓦色是第一次給Fiba Mid-Engine 的 Series 這也是其中一個我選擇瓦色的原因 但他們看著你們 也要就問一下 不然是你會讓我選擇 或是有麻煩的 或是你不保險 我選擇那樣 擔心一下 對比賽 而且是著新潮的 對比賽 還是建築 很幾次 或是這次見面 是一個 ! 其實有很多人會問 其實你買這些車之前有得試的呢 我覺得台灣是沒得試的 就算你付這麼多錢也是沒得試的 因為他們通常這些 Limited Edition 的車 他們都是覺得你們要信任我們 總之我們做了一部好車給你 是沒得試的 即是你可以去 Launch Party 看一部車是怎樣 或者 whatever 等等 但是絕對沒得試的 所以基本上我買我九成的車以上 我都沒有試過 例如平常我現在駕駛的 Speciale 8 我是沒有試過的 當然我駕駛 Speciale 8 之前 我擁有那部 Speciale 所以我才這麼喜歡 458 Speciale 系列 所以我當然要去找回 430 Scuderia 360 Challenge Scuderia 這些 因為他們其實是末代的 NAV8 的中置引擎拉利 將會遲些 即是不要說遲些 現在整個市場都發現到 我這幾部車是一個很值得去感受的車 所以到未來數十年 二十年後 他們將會是一個 Benchmark 是 Ferrari 做 Mid-Engine V8 的 Benchmark 因為未來只會有 Hybrid Turbo 可能 Turbo 還是會飛收 變成全部 EV SPEC 解釋得差不多七八八 我相信很多觀眾都繼續想看這部 Speciale 8 我答應大家 我絕對會做一段影片 只是關於 Speciale 8 的 所以大家可以大可以放心的 我們現在先吃午餐 因為現在已經差不多兩點多了 Oh god 你們還沒用 禁錄在這裡 F93 一來的 為何你下車有車子是不跟你在車? 各位先生 oh my god Thank you 我們現在去吃Prapper lunch 其實大家在銅鑼灣排隊排到吃Prapper lunch 但這一間呢 是不用排隊的 我想問我們現在是甚麼商場 我們現在是一個數碼港的商場 俗稱 Zombie Land 真的沒有人 鬼影都沒有人 但今天比較多人 今天可能是星期日 兩個極量 加蛋 加芝士 兩個都是 是 有沒有其他 呃 減肥的可樂 其實那些人經常都會說 喝Cook Zero 或者喝無糖的東西都會肥 其中一個原因是甚麼呢 因為喝完無糖的東西 當你身體喝了糖粉之後 它會給你一個信號 去儲物 因為糖粉等於能力 當你的身體發現這些是一個代糖之後 即是你身體沒有能力 那你身體呢 又發出一個信號 就令你更加餓 那更加餓的時候 即是你胃口好了 肺口好了 就吃更加多東西 所以那些人當然會說 平時 一些無糖的飲品都會肥 主要是這樣的原因 OK 營養師 在哪裏 不是 還是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有甚麼不適合 請你指出 剛剛駕駛完後 駕駛完後 駕駛完這輛 真的 完全是兩個感覺 真的完全是兩個感覺 這輛車是Modernize 了非常多 這輛車我絕對不介意 每天駕駛去買菜 吃飯或上班 我是不介意的 但當然我不會這樣做 我自己不喜歡駕駛貴車去做 平時日常的活動 這輛車真的太大壓力了 我自己也覺得 但430 Scoot 是真的 RAW 很多 整個感覺是很 RAW 當然 在上一代360 Challenge 更加 RAW 但360 Challenge RAW 得來 因為當時是2006年的技術 其實這輛車都夠了 對於現在都差不多十幾年扯鈴 雖然它是 Fever NA 它其實也有少許偏慢 而且波箱是上一代的 F1 Gearbox 都是 Single Clutch 轉波會有少許駕駛棍波的感覺 所以我通常轉波時都會鬆一鬆 有門 讓離合它 fully engaged 之後 我才會給予避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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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 而這些是街車版賽車 絕對是 因為當時 Challenge 其實做 Challenge 的時候 它是拿一部 GT 做到 Street Legal 所以帶430 Scoot 或者 458 Specialty 其實當時他們的方法是 拿一部普通的 458 和 430 把它偷輕了 換了很多 Racing 的東西 就是 Track Spec 的 Ferrari 但 360 Challenge 相反 是將一部 Track 的車 改回碳排放 和當時政府的要求 加上燈、 Head Lights、 Tail Lights 和 Indicator 令它變成 Street Legal 所以其實是一部合法行家的賽車 來的 Challenge 今天就是這樣 我知道大家都很想繼續看這部 Specialty A 不要緊 我遲些一定會錄一段影片 是關於這部 Specialty A 的 Drive Reveal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到時記得按讚 謝謝你 謝謝你的支持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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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